准备 准备 林云 小美女 快来快来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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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回北京约你 你都没约上 不是忙吗 最近怎么样 还行吧 我谈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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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谈恋爱了 怎么样 讲讲吧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 就是有个事 你说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用你照片做的头像 用你照片做的头像 你用我照片 听我说嘛 她突然约我见面 你先帮我把今天顶过去好不好 我 你必须得帮我 我怎么 我怎么对付她 我现在开始 你就是贾玲 好不好 多好 宝宝 加油 美女 马上就撤了 把陷阱挖完了 她就在走 对 她长什么样 帅 我终于她听着 帅 帅 好 好 夏宁 刘晓能 小小小明 晓能 刘晓能 对对对 晓能你你坐呗 谢谢谢谢 那个啊 你坐 好 男女初次见面的那种小尴尬 有那种感觉 服务员 你好 吃点什么 看一下 女士优先 那 那就什么什么 夏之沙拉 夏之沙拉 晓菱 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你吃沙拉过敏吗 我现在不过年了 好了是吧 好吧好吧 那个我也要一分 也要 谢谢啊 谢谢 找到一会儿了 林允 你不认识我了 怎么还把我忘了呢 服务员 服务员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你是认错人了 她不是什么林允 她是著名的作家贾玲 何欢真好 出来就帮她解围啊 不是 我怎么感觉 这是另外一个套 那那就是我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谢谢啊 我可能比较大众脸 我觉得 我觉得 她是在搭讪你 你爱吃榴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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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莲 不喜欢吃 可我爱吃 可是我爱吃 我一吃就胖 我胖得跟榴莲似的 开玩笑了 那你像如果我胖的那样 你还会见我 我当然会见你啊 最重要的任务是说 其实你认为女人 你爱女人 爱哪点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你的 不光是你的外表 还有你的才华 不好意思 我看看 真是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我马上就回来好不好 真是不好意思 我马上回来啊 好 尝太一口气 你看这段戏都非常棒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的 怎么样 怎么的 她怎么样 她说她喜欢你的内在美 真的 真好 你今天先帮我顶过去 我还得顶着 你得顶住啊 你好 你们点的菜来了 好 请慢用啊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你觉得她怎么样 贾玲 我今天太巧了今天 谁啊 我 你高中同学补玉 东北同学院 补玉 你忘了吗 补玉 咱们三个同班同学 好尴尬 对 剧情一环扣一环 是啊 怎么了 那你刚才怎么还跟我装不是呢 刚才那是我表妹 什么表妹 就是你 不会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我甩过你 还恨我的吧 她是她前男友 你不要脸 你 你记得不 你追我 我说了 我说我不喜欢吃糖 真是不好意思 天天在我那个书桌里面 真是不好意思 等一下接个电话 没事 您是 怎么了 你有事吗 这是贾玲 我贾玲 快走 不行 好 我是那个贾玲的朋友路过这里 进来打个招呼 好好好 行 那你们聊 我走了啊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啊 不合适吧 我觉得合适的碰上就是缘分嘛 对不对 可以一起啊 好好啊 好好好 行 坐坐坐坐坐坐坐 那个啊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 我叫刘晓明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林允 这个名字 我想起来了 你是贾玲的闺蜜对不对 对对对 贾玲经常和我提醒你 她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但是看起来 但是看起来 你不像是那种特别有心机 而且嫉妒心又很强的人呢 什么意思 挑不离间了 不是吧 她没这么说过我吧 她说过你啊 她说嫉妒心很强 特别有心机啊 还开玩笑的 但是贾玲经常和我夸林小姐 生气了生气了 怎么了 我这剧情太狗血了 贾玲经常跟我夸林小姐 说她是她最好的朋友 把这种弄火 对对对 然后用这个行动给展现出来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林允特别聪明 还说你什么呢 她没说了就说这些 几乎都是说的林允的好话 对对对对 刚才我实在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好 好 这个她又来了 有麻烦了 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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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喝的咖啡啊 加三杯的糖双杯的奶 我一直都记着呢 没忘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刚刚管她叫什么 贾玲啊 我们同学能忘吗 别问这问题 怎么有点奇怪啊 你进来的时候你就点了 你吃过敏的菜 然后刚才那个服务员 一直管你叫林允 管她的家人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看到你的照片以后 觉得你特别地帅 然后我又怕你嫌弃我的样子 所以我就把我好朋友的照片 发给你了 其实她才是林允 我是贾玲 那你现在知道她是贾玲 那你还喜欢她吗 是该说实话的时候 是该说实话的时候 刘晓能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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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能出来 刘晓能出来 天啊 狼才女猫 对 不好意思 特别对不起 因为其实我才是一直和你聊天的刘晓能 杨狄演的也很呆萌 你看 给自己 你给自己设置这种呆萌的形象 因为我对自己的长相 不是特别自信 所以我就用了我朋友的照片 骗了你 对不起 看来咱俩心有灵犀 你快种花 那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我就请你吃顿饭好不好 两顿行不行 好 可以 那行 那咱们去 你在这儿待着 改天我过来约你 加油 谢谢你 加油 走 真好 最后看到她出来的一瞬间感觉怎么样 以为还有大事 你又吓死我 没有 我只是顺利的把贾琳姐接走 不然的话 一开始我还嫌弃了 我以为你会嫌弃 你知道吗 对 她后面就吐了 吐了 她是都是 谢谢